中国大陆江苏黄海海域 近日发生四头抹香金割浅死亡事件 就在各界热议金鱼割浅原因时 传出大陆民众半夜割下割浅死亡金鱼肉消息 近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大葱价格暴涨 买一斤葱的钱就能买两斤多的鸡蛋了 葱价暴涨的原因在于 种植面积减少产量降低引发的供求失衡 此外中间环节的剥削也助推从家上涨 中国大陆传出一些企业伪装欧洲品牌 以提高产品售价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智慧财产部 最近就在大陆积极打假 发现一个伪称意大利品牌的创电价格 比一辆汽车还贵 吓坏意大利人 3月25号香港就要选出第四届特首 原先被看好的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身陷困境 除了名望低之外 还可能触犯政治底线 新唐人员并是真理报道